慶祝解放軍建軍90週年大會週二在北京舉行 中共中央總書記、國家主席、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大會 發言一再重申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的黨指揮槍原則 強調 絕對領導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以黨的意志為意志 他也再度拋出六個任何 對此 一名北京的異議人士接受本臺採訪時稱 與此同時 人民日報當天發表社論 稱信仰是人民軍隊的旗幟必須確保黨指揮槍的原則落地生根 要求軍隊政治上對黨絕對忠誠 有網民寫道 只有忠於國家憲法的部隊才是國家的軍隊人民子弟兵 指中於黨的部隊叫黨衛軍 指中於皇上的部隊叫御林軍 今天世界上除北韓等極少數集權國家之外 有哪個不是強調軍隊國家化 維權人士沈先生告訴本臺 有媒體注意到 西華社最近看發文章 歷來只有毛澤東 鄧小平被冠以最高統帥的稱呼 但如今也加蓋到習近平的頭上 顯示習核心已經完全掌握了中國的軍隊 自由亞洲電台 特約記者新林 採訪報導 謝謝 謝謝